伊朗总统莱西和伊朗外交部长阿布多拉西安坐在直升机内 没想到不久后竟然出事成了最后身影 来西19日前往伊朗和亚赛拜然边界出席活动 但回程时直升机在农雾中翻越山区时坠毁天气状况恶劣 就任团队设法抵达事故现场但搜救工作困难重重 越黑风高加上下雪又下雨 明雾中依旧能见度低 除了伊朗参谋总长下令投入军方资源和精锐革命卫队 沙乌蒂 卡达 阿联 伊拉克 亚赛拜然和欧盟也都表达写寻意愿 俄罗斯普丁派50人和飞行器持援 土耳其也出动有夜市能力的直升机绕行搜救 63岁的莱西极端保守主义派 2021年当选总统作风强硬 曾血心镇压反政府示威 有德黑兰屠夫之称 传出坠机后 许多伊朗民众为莱西祈祷 但社群网站上也有人放烟火大肆请祝 我们都期待一个勇敢的努力 为能力以开始后派人死亡 可能已经开始了这个事件了 伊朗官媒初判恶劣天气导致坠机事故 但有分析预料 恐将掀起心风邪雨的政坛斗争 文物上则传出阴谋论 伊朗的死对头以色列相关账号 在事发后刻意贴出直升机图案 搜寻率也大幅增加 莫非在幕后出手 目前官媒称现场无人生还 详细实施原因还要调查厘清 三立新闻全片的报道